昨天才把这个S17赛季的占领都领光了 结果今天官方就爆出了下个赛季的占领皮肤 两个全是星空系列的 我这就给大家看看 首先是这个80级进阶占领的史诗级皮肤 李源芳的银河之约 嗯是的 你没有看错 这个跟鲁班的星空冒险是一个性质的太空皮肤 一个是价值千金的荣耀典 一个是免费获取的史诗级皮肤 那么差距会有多大呢 那么我觉得这个开场动画就挺不错的 整体风格是相当的可爱 人物模型也是非常的可爱 一点都不输给鲁班的星空梦想 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些女生 应该都会很喜欢这款皮肤的 哇哦这局内模型 这小星球太可爱了吧 普攻是丢出一个小行星 后面还有星星拖位的效果 一技能是丢出一个小火箭 然后标记敌人之后 敌人身上会出现四个小火箭 只要击起了四个火箭 就会触发火箭行星大爆炸 哇哦这技能可以哦 原方化身行星火箭重斥 背后行星飞舞 然后这个地上还会留几个行星当作点缀 这个技能从整体看 这个视觉效果还是非常舒服的 大招吧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 就是丢出一个超大的行星 哎呦 扑吞扑吞一闪一闪的 你们听一下音效 就感觉跟那个糖果冻一样 闷得一痞啊 那么这个皮肤总体看起来 我想说 把买皮 你这是要闷死我这个老汉啊 那么原方这款近乎免费的星空皮肤 相比较鲁班的星空梦想 除了没有鬼城特效之外 除了一些细节没有那么精致之外 那么其他的几乎完全就不输给荣耀典长 甚至 他整体的风格还比他更加可爱 那么想到这里 我只能是望风尽兴 自己没有拿水晶去换星空梦想 那么第二个也是一级占领就可以领取的皮肤 神梦西的星空之洛 勇者级别近乎没有新的特效 所以我这里就懒得介绍了 基本就是把原始建模换了个星空造型 然后把技能的造型换成了星空元素 那么这个具体的内容大家自行观看 小弟先行努力搬装几日 届时便可送大家两套这个进阶战令 告辞